大家好,我是邱,我在寬托這邊待了差不多快三年 那我感覺在寬托這邊讓我學習到的話 最主要就是有關於資訊和服務這方面的常常 那其實我基本上我之前是從事服務業然後就 然後再回到執行業,那基本是從一開始 那寬托這邊提供我最好的就是一個學習環境 那推動公理到也這樣子 那其實在預告客戶方面的話 其實全部都是蠻大的挑戰 那對於客戶這方面的一些需求的話 基本上我們這邊的環境都會提供一些技術好的資料 那我這邊是比較簡單的希望能夠想要進來的一些人來的話 能夠比較有興趣的 第一個就是對於資訊行業這方面我們有熱忱 然後進入上基本上是比較不用考慮 用我們這邊的定位要來學習環境 那同時是另外一種一些技術的資料 所以只要說對於資訊的行業有興趣 然後對服務有熱忱的話 基本上我們都會有興趣的 gitu